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讲回第二集的杠杆收息策略 我们这一集会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这个叫做最高的杠杆比例 包括每个股票、ETF、债券、封闭型基金 在这个IB,即是interactive broker 都有一个叫做最高杠杆比率 例如5倍,最多可以借5倍,7倍可以借7倍 而这个杠杆比率也可以计算究竟跌了多少呢? 是要补仓呢?是要补个孖展的 所以这个比例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那个防卫线在哪里 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看这个进攻 就是说可以杠杆到多少 另外就是跌多少呢?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或者是相关的资产 去填补了那个孖展的缺口 好了,那我们回到IB的模拟组合系统里面 你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集数有说的 或者大家已经申请了IB就OK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iPad的版本 就是进去吧 那我们就去回搜索那里 我们刚才说的那只在新加坡上市的iShare 那只在新加坡上市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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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看到iShare 是派6厘的 那我们今次说的这只是派3.44的 就iShare, JPM,USD,Asia Bond 那我们按进去吧 好了,那怎么可以看到它可以做多少杠杆 或者所谓最高杠杆比率呢? 那我们就做一个模拟的买卖 但是很简单的 例如现在收市是11元 那我们就买入 那假设就是100股 那我们可以每股限一个价钱 例如是11元 那我们按进去吧 按11 11 那我们按了11 那跟着11元100股 那就是1100美元左右 那我们按一下预览 按一下预览 按一下预览 那我们如何计算比例呢? 就是说这里我们总共呢 那个总额是1100美元 然后呢 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栏 就叫做维持保证金 那当我们做了这个交易的时候呢 维持保证金呢 就有一个是2579元的变化 那这个是什么银码呢? 如果大家在IB开港元户口呢? 2579是港元来的 2579是港元来的 那怎么计算那个最高杠杆比率呢? 就把1100美元 除回2579元 那这个叫做最高杠杆比率了 那我们用计算机呢 我们可以计算这个比例了 那刚才呢 就是1100 就是美元了 我再次乘回7.8 那现在是7.77左右了 是的 那就等于8580了 那刚才呢 那个保证金的变化呢 是2579港元的 就除回2579 港元 就大概呢 是3.32倍左右的 就是说这个杠杆呢 最多可以做3.32倍 那究竟 如果我们假计是 有100万 就再借多一倍 100万 就总共200万 去买这个 指数基金 要跌多少才要 call margin呢? 那这个我们就下集再和大家分享了 多谢各位收听 那大家有兴趣 就是开IB户口呢 有条link呢 在内容那里 那大家可以 卡进去 就可以 就是跟着去到开户口的了 好 多谢各位